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数量就是价值 而未来一马看到的是数据就是资产数据就是价值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系星以一个15年互联网老人的角度 讲述了过去十多年里互联网的几个发展定义 同时指出2014年互联网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一是互联网产业化 互联网必须在传统领域找到新的再生空间 第二是产业互联网化 即无企业不电商 将来所有的公司都是电商公司 第三一切接数据 大数据会产生新的工业革命 那是因为大数据将会成为资产 科系星认为大数据重塑现代商业分三个步骤 一是自己的数据给自己用 二是是自己的数据用于外部 或者把外部的数据用于内部 三是真正的数据社会化 据了解 本届大会已于今日在青岛香格里拉饭店隆重召开 会议以开放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 以一线业务操盘手为重心 分别围绕四大热点话题 传统企业电商裂变 多为解读跨境电商大数据 与O2O 移动电商崛起等行业热点话题 及企业案例展开深入探讨 会上科系星发表了主题为大数据时代下的互联网20的演讲 一马CEO科系星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讲的东西肯定没有上午日日顺的 胡总那么高瞻远瞩 他讲的模式是非常有高度的 也不会有国美的黄总讲的营销故事那么有宽度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公司 这两个公司都是我的客户 大家知道做营销的人客户说的永远是对的 所以说我们的客户上午都讲了 下午我肯定不敢讲营销了 我一个做营销的人不讲营销 落脚到我们下午的主题 我讲大数据和O2O 比不了他们的高度 比不了他们的宽度 那我可能就拿我15年的互联网 精力讲讲长度 我可能讲的是在这15年中对互联网的观察 但是最后会落脚 到现在最热门的大数据和O2O上我自己的观察 自己的想法2010年大家看到不断的有变化 我们看到最大的变化是XXX 虽然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它 大家还在上面耕耘 其实在XXX上面有很多公司冒出来 也有很多公司没有冒出来 XXX本质上是把互联网机器和机器的连接 变成人和人的连接 变成人和商品的连接 它变成了连接 无所不在 这是它能够把互联网经济推向高潮的很大原因所在 上午李总说建议所有人建自己的官网 就是自己的电商网站 这样王健林和马云打赌没有意义 雷军和董明珠打赌也没意义 因为董明珠已经开始涉足电商了 他自己的电商网站都开始在座了 万达也有网站了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看到很明显的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